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呢,我想给大家看三株我的比较大型的美洲兜兰 非常值得开心的是呢 这三株大型美洲兜兰呢 全部都有花芽了 这是中间这一株 旁边的这个花芽呢,已经更大了 那这个呢,也是 中间的这一株呢,是原生种 它的名字呢,叫做Fragmipedium longifolum 旁边的两株呢,全部都是它的杂交品种 那中间的这一株呢 它的特点呢,就是叶子比较长 它有另外的一个名字呢,叫做Longleafragmipedium 长叶美洲兜兰 而且呢,它的叶子呢,特别漂亮 正面是深绿色 比其他的美洲兜兰呢,颜色看起来要深一些 它的背面呢,是浅绿色 叶子的宽度呢,大概也就是两三个厘米 但是长度呢,据说可以长达80厘米 那我的这一株呢,单叶大概有60厘米的模样 长叶兜兰呢,原生于中美洲和南美洲 就是从墨西哥开始,经过中美七国巴拿马 一直到南部的秘鲁都有 它们通常呢,生长在覆盖着水苔的岩石上 或者呢,沿着西流两岸 海拔一般呢,在600米到2000米的位置 它属于中大型兜兰 花杆呢,可以长得非常长 一般有60厘米到90厘米长 可以开八九朵花 一个花杆呢,可以开八九朵花 花朵次第开放 它们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开花 但是多数情况下呢,还是在秋天开花 花期很长,长达数月之久 这是一种非常容易生长的兜兰 对温度的要求呢,大概就是中温 对光照的要求呢,是中光 唯一的呢,就是对湿度要求比较高 我很难保证它们的湿度 在自然环境下呢,希望是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样子 但是在家庭环境下呢 我只能保证它的植料呢,是长湿 因为它们是地生兰呢 所以我用的植料呢 都是盆栽土 加了百分之三十左右的珍珠盐 兜兰通常呢,对肥料的需求呢 都比较低 所以的话呢,因为我是用盆栽土呢 我是不给肥料的 因为盆栽土里面已经含了肥了 那下面呢,就看看我的这几颗吧 那这一株的话呢,在我手上已经三年多了 这一株,我把它拿到前面一点,看不清楚 去年呢,是第一次开花 那现在的这个花感呢,是在我手上第二次开 它的名字呢,叫做Grandy 或者也许它应该不是英文名字 叫做Grandy 也许是这样叫吧 这株在去年花后呢,长了两个新苗出来 就是现在这个有花芽的新苗 和这个稍微小一些的新苗 它的花呢,是偏红色基调 去年它的那个Paddle 它的翅膀呢,非常长 我记得是差不多三十厘米的样子 那中间这株原生的长叶兜兰呢 目前还没有开过花 这将是它的第一次花 另外,这一株的话呢 在我手上不到两年 这也是它第一次要开花 这株的花呢,特别特别大 它也是这个Grandy 4N 它是4N的 它的花朵呢,格外的大 我现在不太好形容 也是长花瓣的 到时候的话呢,会给大家看 这株呢,在我手上不到两年 也是长了两个新苗 这个开花苗 另外一苗呢,我觉得可能 也不要太久呢,就会看花了 或许也是今年 哦,现在已经是10月 应该也许是明年春天吧 因为兜兰的花期通常呢都是蛮长的 所以我相信这三株兰花呢 应该会有同时开放的一个时段 到时候呢,我会请大家赏花 谢谢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